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商务部广东省深圳市党制定 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印发实施 意见选择深圳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 实施一批具有突破性、创新性、前瞻性、引领性的特别准入措施 深圳特别措施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6加24 6指的是特别措施围绕试点放宽市场准入 聚焦市场主体进入意愿强烈,实行宽准入条件具备的六大领域 24指的是提出24条具体措施 提出了六大领域的24条具体措施 通过强化对科技创新、民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市场准入政策的支持力度 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高端施造、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的投入 带动激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内生发展动力 保障经济稳定增长 在这24条特别措施中,有5条是在科技领域 包括创新市场准入方式 建立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交易平台 放宽数据要素交易和跨境数据业务市场准入 优化先进技术应用市场准入环境 优化5G与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方式 支持设立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 又一次的高位赋能让深圳在更高的起点、更高的层次和更高的目标上 开展新一轮的更广阔领域的改革和创新 一个是让我们在机制上有更多的尝试和探索 比方说让我们来搭建电子元器件的交易平台 数字交易中心等等 在更宽的领域的尝试探索 就包括生物医药、无人体系、职业教育等方面 特别措施在管得住的前提下 切实放宽科技、金融、医疗、教育等行业准入门槛 对数据产权交易、全空间无人系统建设、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交易等 科技创新领域准入机制做出制度性安排 全面完善行业准入与监管机制 破除制约市场主体进入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各类隐形壁垒 是进一步推动市场准入放宽的重要尝试 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的特别措施出台 那么我们认为对于短期的稳定预期、稳定投资 对于市场主体活力的释放会是一个正向的激励作用